這裡就是柳州縣城 當初爆炸的地點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一個五層樓的居民小區 已經被爆炸毀了一半了 五層樓高的住宅 被炸的一位平地 居民踏在瓦砺飛中 試圖找尋僅存的家當 而不光樓層倒塌 還有車子整台翻覆 被炸飛到一旁的瓦砺飛中 可以想見當時爆炸威力之大 他們是那隻炸藥衛生 和那飛城 門口都看不見 一點都看不見 我以為是地震 想不到 一點都想不到 是啊 我們這麼老 我60多歲了 全部想不到 居民回憶起 當時的情況還餘計猶存 甚至還有先前的住戶 在聽聞爆炸案後 趕赴現場 想起昔日的鄰居 不幸罹難忍不住 紅了眼眶 平平擦拭 止不住的淚水 這裡的縣城 其實居住的人口非常的少 他們表示說 他們在這邊住了60幾年了 都沒有發生過這樣子的事情 居民們想也沒想過 說會有炸彈包裹送上門 讓當地居民人心惶惶 這起爆炸案造成多人死傷 爆炸現場除了拉起封鎖線 也派駐武警和官兵加強介護 但就怕還有可疑的炸彈郵包流落在外 當地政府宣布 10月3號停止寄送包裹 目前雖然暫時排除恐怖攻擊 但就怕又有爆炸發生 也讓官方封緊神經 不敢答應 記者文明山 夏俊成 顏沛宇 廣西採訪報導